接下来今天追星人的话题 赶快来带您看看中东火药库 现在可以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美国出手了 美国为了报复伊朗民兵组织的攻势 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发动反击行动 针对伊朗的亲伊朗的85个目标 发动了攻击 而且整个命中率是高达99% 而且美国还说这个报复反攻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还会有下一步 那这次美国的攻击是连续性的 时间点是在2月2号这一天 美国针对了一些像是伊拉克 叙利亚境内亲伊朗的民兵组织 发动了连续有30分钟的攻击行动 那原本锁定的是85个目标 这些目标包括了有些情报中心 火箭弹药的供应链 还有无人机的储存设施等等 那么最后85个目标 一共摧毁了84个目标 这等于命中率是九成九 那之前拜登他就说过 他说只要有任何人伤害美国人 他一定会做出回应的 而拜登也已经先向国会报告过了 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 还会采取一些所谓的额外措施 那这似乎真的也意味着 美国的反击只是开始而已 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他也清楚的表示 他说美军将会持续的进行报复行动 而现在美国锁定的目标都是在伊朗本土之外 也等于是打击伊朗境外的盛程部队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美国的攻击行动 会直接攻击到伊朗的本土 攻击伊朗的境内呢 苏利文对此他拒绝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也就是表示未来真的情况不对的话 美国也可能直接的攻击伊朗本土 而美国在前一天攻击了85个地方之后 隔天美国也锁定了夜门的胡塞组织 英国是跟美国一块发布行动的 在当地时间3号的晚上 针对了胡塞组织控制的36个目标 也进行了空袭 那么对此胡塞组织的回应 他们也非常强硬 说他们会用升级来对抗升级 由于胡塞组织 他们之前一直都在扰乱 红海的商船运行 在遭遇到了美军两轮空袭之后 胡塞组织对商船的攻击次数也增加了 不但攻击商船 也刻意的打击美军的舰艇 那么对此美国的反击 伊朗政府也谴责说 美国的战略错误会增加区域紧张 还有一些区域的动荡